第三天廉價即將到來 旅宿業者電話接不停 民眾訂房超踴躍 花蓮在國慶廉價第一天 訂房率開出紅盤超過九成 幾乎每間民宿都滿房 全花蓮應該住宿都在九成以上 因為疫情比較平穩 我們很樂觀的期待 廉價的第二和第三天 花蓮的訂房率也有六成 業者笑得何不容嘴 只乎訂房率比中秋廉價還要好 為了抓準這波旅遊商機 提振地方產業經濟 花蓮縣政府也搭配振興五倍陣 祭出炒息金優惠 十月八號起 民眾只要入住花蓮的旅宿一晚 就可以參加抽獎 八百萬名車開回家 另外民眾在花蓮的夜市消費 還可以再額外參加抽獎 報回手機 電腦等大獎 隨著國內疫情逐步恢復平穩 外加五倍券的發放 民眾擁有其旅遊興致 準備好好利用這三天出外走走 鄰近花蓮的台東 在國慶三天廉價 訂房率突破八成 宜蘭也來到七成 業者笑開懷地說 希望可以趁這一波 彌補疫情損失 記者 劉己嬌 呂一傑綜合報導 好